生日那天,女朋友孙青儿和前男友热情似火亲了,于是我和他分手了,我养了他六年,付出一切,到头来,他还适合抛弃他,害他堕胎的渣男在一起,后来,孙青儿跪求我复合,我不要他了。 我二十八岁生日的那天,女朋友孙青儿接了电话出去了,可我跟了出去的时候,却看见他和前男友孟朗在亲吻,他们激烈的就像是热烈的情侣,而我,又算什么呢?我那么爱他,在他被孟朗抛弃,使他打给我,我义无反顾从国外赶回来陪他去躲胎的,可我,还是爱他,愿意照顾他一辈子。 没想到,他竟然还原谅渣男,和他旧情复燃,他们太恶心,也太贱了,孙青儿,我们分手吧。 我面无表情,努力把痛苦的表情压制,我不能哭,我怕被他们嘲笑,一直以来孙青儿对我特别冷淡,哪怕都是我给他花钱,伺候他,陪伴他追星,去旅游,他想要什么,我都给他, 可我呢,注定是被抛弃的,践踏的野草,那么爱一个人,那么包容他,最后还是输得一败涂地。 可是孙青儿,看到我只有仇视的眼神,没有一点愧疚,分手就分手,我又不爱你。 我爱的一直是孟朗,这种人渣在你怀孕的时候出轨,抛弃你,你怎么还做田狗,你有没有自尊心? 为什么我对他摆一摆顺,他却不能给我如孟朗百分之一的温柔呢?我也不想看他走错路,孟朗搂住他亲了,得意洋洋看着我,你比不上我的,青儿永远只爱我。 我明白了,见人自有恶人魔,我也不会再做杀笔,和他纠缠不休了,行,分手吧。 孙青儿,永远别再找我了。 且,谁他妈稀罕你呢? 你才是田狗,你就是我的一条狗。 我亲爱的回来了,我现在不需要你了。 孙青儿也对我没有好语气,对我忽来和去的姿态,在他心里,我就是一条狗,呵呵,我对他付出那么多,花钱花时间,又算得了什么,前任回头,他头也不回,我伤心欲绝,转过身走了,咬着牙还是落泪了,我真是太蠢了。 我才明白,对任何人付出一切都是愚蠢的行为,他从不爱我,不过是把我当被胎罢了,我头晕目眩的,就要支撑不住了,不许倒下去,不许输得太难看,我又听到两个人放肆的声音。 听了都让人恶心,其实我早该明白孙青儿不爱我,他从来不主动亲我,不对我微笑,是我热脸贴着冷屁股。 我以为努力对他好,总有一天他会喜欢我的,哪怕他不爱我,留在我身边也好,至少他的人只属于我,可是呢,人渣回头了,他又屁颠屁颠送上去了。 算了,我也放过自己吧,我喝了闷酒,吃着最辣的螺蛳粉,痛得胃如刀割,我恨自己太蠢,竟然为不值得的人付出那么多,有些人注定没良心,怎么宠爱也不会爱你。 突然有几个小混混骚扰女客人,美女一个人啊,喝一杯,滚远点,草泥马,不喝就不给哥哥面子,打死他。 我马上拿着凳子过去打小混混,护着那个女孩,我把几个人打倒了,畜生在背后袭击我,我也挂彩了,我脑袋也流血了,昏迷了,大家大惊失色。 等我醒来,已经在病房里,女孩在我身边哭,美若天仙,大哥谢谢你救了我,我来旅游的。 没想到,慧,你不能死啊。 沐浴抱着我哭了起来,身上好软好香啊,每人落泪,自然是让人心疼的,嗨嗨,我没事。 你别激动,我也心情好多了。 沐浴照顾我很好,他扶我去厕所,我也觉得尴尬,我自己来。 帅哥哥,你人那么好,女朋友不来照顾你吗? 沐浴眨巴眨巴大眼睛对我说,我心里又一阵苦涩,被伤得体无完肤,想起来就觉得喉咙和心都被刀割开,我失恋了,没事。 沐浴眸子大大的水润润的很美,他反而更开心了,那就好,这段日子他都陪我,还给我讲笑话,乐得我格外开心。 原来这么美丽的女孩子也是个逗逼,和她在一起,肯定很幸福,她也是报答我。 肯定有对象了,我不敢胡思乱想,我对她心动,也不敢说出来,反正,我不能破坏别人的感情,我最讨厌背叛和小三了,我不允许自己成为小三。 出院那天,沐浴和我一起在花树下散步,她开心转圈圈,纷飞的花瓣围绕她,太美太美,她不小心摔了,我把她抱住,两个人一起摔在草地上,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,脸红扑扑的,我的眼里只有她,哥哥,你喜欢我吗? 我的眼神闪烁,难道被发现了吗?我,我不能破坏你的感情,我知道自己瞒不住了,索性承认了,爱一个人,也没什么错,沐浴开心嘟嘴了,大眼睛特别耀眼,我也喜欢你。 可是,你男朋友怎么办?你胡说什么了?我没有男朋友,我单身。 反正,你长得帅还善良,你这么好的男人,我可不想错过。 他亲我的脸,眼里都是甜蜜,我也更加激动了,忍不住颤抖了,我也喜欢你,我还以为你,我也怕太早表白不够稳重。 我舍不得你离开。我们不是一个城市的,可我就是迷恋他,总之,我喜欢你,我们在一起好不好。 沐浴又亲了我,我的眼里也只有他,觉得任何人都比不了他好,太好了,应该是我请求你和我在一起。 谁规定女孩子不可以追求喜欢的人?我又不需要矜持。 他笑也如花,捏我的脸,我也忍不住和他亲吻了,实在是太快乐了。 这种我爱他,他也爱着我的感觉真好,我再也不会做冤大头了,不会为不值得的人浪费钱,浪费时间了。 沐浴很美很善良,在陪我治疗的时间里。 还去陪其他住院的小朋友,一个人品好的人,背叛的几率更低。 反正,我也爱他,心扑通扑通不停,我也亲了他,男人就得更加大胆,多疼疼自己的爱人。 我爱你阿玉,希望我们一直甜甜的。 不要背叛,不要失望。 我不愿意再受伤害了,沐浴把我搂紧了亲,热情似火,放心,我对感情很认真的。 我选择去沐浴的城市发展,我爱他,不想让他委屈自己,男人愿意奔赴女方,感情反而更长久。 因为人都是这样,付出多说明更加爱,我也只想一辈子和他快乐。 不让他吃亏,沐浴很优秀,有才华,他还是一个舞蹈家,我也蹲下来给他揉揉脚,满眼都是爱,我亲吻他的脚丫子。 我爱你宝贝,你也一定要每天好好的。 练舞很累,我也心疼。 不过,我永远支持你的梦想。 沐浴的父母有钱也疼他,给他买了剧团,而我也准备给他一个大惊喜。 我经常抽空看他演出,送给他鲜花和珠宝,我觉得他值得全世界最好的一切。 沐浴用脚揉我的心口,美目盼膝,我也爱你,我们现在好甜蜜啊。 我真幸福哦。 我把他扑倒了亲,我可不想错过美人的温柔,我们开心翻来覆去,彼此大汗淋漓的特别过瘾。 我送给沐浴一栋,种满了他最爱的梨花。 哇,谢谢亲爱的你真好。 呜呜呜呜,他眼里含着泪亲我,嘟嘴着,我根本无法不爱他,我也爱你,为你付出一切都值得。 沐浴开心地亲我,我抱着他转圈圈了,亲爱的女王大人,我们会一直幸福的。 我们在花园里一起亲吻,开心不已,我们总是充满激情,永远都品尝着爱情的甜蜜,我的事业也更好了。 看来遇到真爱,事业运更好了,我一定加倍爱我的宝贝,给他最好的,男人就得感恩,好好疼爱我的宝贝,他也一直对我体贴入微,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了,我也得去魔都出差了,事业忙碌了,肯定聚少离多。 不过我每次都和他热吻才离开,回来的时候都会准备礼物,爱一个人,我不怕付出,只要不被背叛就好。 这年头,难道就是真心遇到真心,我喝醉了去洗手间,然后被一个女人报警,亲爱的,我回来了。 我好想你,听到恶魔的声音,我酒醒了七分。 马上把孙亲儿推开了,滚远点,别碰我。 这个女人怎么还有脸找我呢? 亲爱的,你不可以这么对我无情。 我不是回来了吗? 我们继续幸福在一起。 孙亲儿带着热泪看着我,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,他比以前瘦弱多了,气色也很差。 他和我恋爱的时候,吃好穿好,他如今变丑了许多,我也没想到他如此可恶,竟然还有脸对我纠缠不休,别不理我亲爱的,我就知道你是世界上最爱我的。 我绝对好好爱你。 我都道歉了,你会原谅的我的对不对? 我可从没有和你道歉。 我也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,你还有脸说呢? 每次都是你做,是我道歉。 你犯错了永远不认。 你以为现在和我说这些,我就会原谅你吗? 太可笑了。 我也不是冤大头,根本不可能原谅他的严重错误,对任何人都不能纵容,只会恃宠而骄,而不会感激。 人性就是如此经不起考验,而我也只想和爱的人在一起,他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,孙静儿看到我的冷漠态度,哭得更凶了。 我不管,你就是得爱我,对我负责。 你不能不要我的,亲爱的,我真的知道错了。 别不理我了,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,你肯定也舍不得我的。 咱们六年的感情啊,我也冷笑,然后锤打了墙壁,我以前真蠢啊,竟然为了你这个垃圾浪费青春。 时间,金钱,你只会提醒我更加恨过去的自己,而不会选择再做舔狗,做冤大头。 六年的感情,付出不是一阵风,一片叶子那么轻松,我以前太爱它,太痴情,所以觉得付出没什么,可是我不能忍受的就是背叛。 那样子,也太伤悲了,没有人接受得了背叛,孙静儿拼命摇头,攥着我的衣服大哭,不是的,亲爱的,你就是爱我的。 你只是说气话,对不对?这段日子,我很想你,我就是故意气你,才找她的。 我不爱她,我把她的手推开了,没有一点情面,滚远点,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 我也不稀罕你的虚情假意认错,你和哪个男人在一起,我都不在乎。 孙静儿又不要脸扑了过来,生气的跺脚,不,你就是爱我的,你只是生气而已,我不信你不爱我了,我们一定不能分开。 别不要我,好不好?我都求你了,都放下面子了。 你怎么还不原谅我?他被我握紧胳膊甩开,毫不留情,我警告你别碰我。 你能不能要点脸?我们根本不可能了。 你找孟朗,还是王总,都和我无关。 我只会觉得他太烦了,一点不想见到他,至于他过得惨我也不会落井下石,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,孙静儿就是不依不饶,我不管,你就得爱我。 我知道,这世上只有你对我最好,我们还可以回到从前的,我们可以更加甜蜜的。 他依旧抓紧我,想把眼泪蹭我身上,我也看到了保安,保安把这个疯女人拉走。 我和他不熟,亲爱的,不可以这么对我,我是你的最爱,你不能放我走的。 保安把他拖走了,他对我踢腿,把高跟鞋都飞了,我只觉得他特别疯,根本就不是正常人,我也不会再联系他,心疼他了。 一个家庭狗血的孩子,要么有同理心,要么也是疯子不知感恩,他父母逼迫他供养弟妹读书,从小缺钱缺爱,他问我借钱给弟弟上学,我也没让他还,以前我傻。 同情他过得不好,只想加倍爱他,补偿他,可是孙静儿不知感恩,每天对我大呼小叫。 动不动打我骂我,我也都忍了,可是他越来越虚荣,还嫌弃我不如富豪有钱,他想要住城堡,我比较独立,一直靠自己赚钱,每个月给他花百万,还嫌弃我穷,自己也一个月几千,还每天做白日梦嫁给王子,我没有背叛你,是你不赔我。 我也是寂寞,你就原谅我一回吧。 孙静儿踢了保安,咬了他,救命啊,有人绑架我。 我那时候只会哄他,更加拼命赚钱,可是我赚钱没时间,他又怪我不陪他,人心本贪,我对他实在无语了,如今的我心态更好了。 我也只会选择真心对我的女孩子,而不会让自己再次坠入深渊,爱情也好,其他关系也罢,都是相互的,谁付出太多久了,心里也会不平衡,人心总是不知足的,应该努力活着。 而不是停留在不知的人和事身上,我也变得更加爱自己,给自己花钱太香了,以前我省吃俭用给他花钱,最后还不是遭受背叛,那种心被刀划破,在撒盐的痛处,我再也不想经历了。 没有什么是不讲回报的,我再也不会愚蠢了,我只会对阿玉更好,他也爱我,懂得付出,我再也不用唱读脚戏了。 我去了商场,给他买了珠宝,包包裙子,爱一个人,就是想给他花钱,我也给阿玉报备了,和他视频通话,真的好快乐,呜呜,想马上回到宝宝身边,只想永远爱你。 我看到他就更加着迷,我也爱你,亲爱的。 回头,我转身心惊肉跳,没想到见到了他,沐浴穿着红裙子,又美又热烈,他就是阳光下盛开的红玫瑰,永远充满生命力,我也奔跑过去抱紧他,亲他,我好想你,亲爱的。 此时此刻,我的眼泪已经奔腾如滔滔不绝的江河,沐浴也亲我。 永远热情似火,我也想你,亲爱的。 我们永远那么热烈爱着,爱情的火永远不会熄灭,一个人的独角戏不是爱情,两个人的珍惜才是爱情,我带他去吃好吃的,给他喂饭,他也喂我。 我们的眼神都有彼此,简直太幸福了,我们总是吃几口亲一亲,仿佛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,原来爱情可以让人死灰复燃,原来我们的爱情是如此的温馨,爱情也是有味道的,是花香,是阳光的味道,也是草莓冰淇淋,还有香草的味道。 我在魔都也有别墅,吃饱喝足了,我们一起去家里亲密,我们一起亲吻,我撕碎了他的丝袜,我们不知道多么甜蜜,沙发都快散架了。 果然,这种事越做越幸福,夜晚我还在出差路上,除了陪宝贝,我就在努力工作,只有事业好了,赚钱了,才能让心爱的人更加幸福,不是吗? 我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孙青,他在街头卖唱,唱的还是我最爱的歌,可我依旧对他没有感觉,反而是厌倦,我转身离开,他却奔跑过来抱紧我,亲爱的,别走。 我知道你还爱着我,我永远记得你喜欢的歌,从前都是我照顾他,每次都是我主动低头,谁都会累,从前,我们去KTV的时候,我让他帮我点歌,他却说,你喜欢什么歌? 我每天都播放叙事,可是他却不记得,呵呵,而他爱的歌,颜色,喜欢吃什么,我都记得一清二楚,遇到沐浴之前,我是不被认真爱过的,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,羡慕别人幸福的生活的小丑, 我的母亲也不记得我的生日,反而记得大女儿,弟弟,侄子,情夫和情夫儿子的生日,我也不想一辈子都被冷落。 阿玉记得我的生日,也给我准备惊喜,而父母不会给我买小蛋糕,也不会送我生日礼物,仿佛我是多余的,他们不应该把我生下来,让我痛苦,我的事业都是靠我自己,父母还有脸问我要钱, 我当然不会再付出了,不像十八岁以前那么蠢,赚钱五千,还给家里两千,还被嫌弃,不如别人能赚钱,父母也不付出钱和爱,还有脸嫌弃我,果然不爱你的人,永远都会吸血,不知好歹,滚远点,别碰我我闲脏,我也毫不客气把他手掰开,我不允许他碰我一根头发。 孙青儿依旧恬不知耻要强吻我,我被逼无奈,打了他的肩膀,滚远点,别逼我动手。 孙青儿带着几分得意,你还是舍不得打我,说明你爱我。 我就知道,这世上只有你最爱我,你压根不爱我,不过是因为我好欺负,人太蠢了,所以你被甩了来找我。 我不是收破烂的,不要再纠缠我了,世界上还是爱八卦的人多,我也听说孟郎甩了他,花他的钱,还被捉奸在床了,他找我吃回头草,把我当垃圾回收站了。 我也不再恋爱脑了,不会为了不值得的东西付出一丝一毫,只有阿玉最爱我,也最值得。 以前,别人对我好一分,我会还五分,如今,别人对我好十分,我只会还十分。 不过对于阿玉,我愿意付出更多的爱和财力,没办法,他值得,我应酬喝酒多,胃也不好,阿玉亲自给我熬粥,生气亲我,不许再糟蹋自己的身体了。 不用赚那么多钱的,我们知足常乐。 我也知道,管理那么大的公司,许多时候身不由己,好了,亲爱的不哭,我肯定会长命百岁,我要照顾你到生命的尽头。 我爱他,亲他,以前,孙亲儿在我喝醉的时候打我,骂我蠢猪,赚那么点钱还喝死了,活该。 你死了我就找别人了。 我想阿朗了。 呜呜呜,以前吵架,他都提起孟朗,我心里不可能不弃的,只能默默忍耐,反而对他更好,不想让他委屈了,可是我的付出,只会换来他背叛,呵呵,人不像狗狗知恩图报,提供情绪价值。 但是,如果狗狗可以变成伴侣,那么世界上一定少了很多悲剧,人太聪明,有了高智商,反而更加歹毒,自私自利,还是狗狗简简单单的,永远不离不弃。 孙亲儿给自己挤巴掌了,亲爱的,我错了。 你如果还生气就打我,我不怪你。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,请你相信我吧。 我真的好想你,每天都睡不着。 我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,你不会真的不要我的,对不对? 我只觉得它不正常,也不会心软,滚远点,你耳聋了没听到吗? 我对你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留恋。 你就是死大街上我也不会难过,更不会掉一滴眼泪。 你说的在天花乱坠,我也不会和你再有牵扯的。 你这种东西,我不稀罕。 没有人会拥有太阳月亮,还会把石头当成宝贝。 在我心里,我的宝贝是无价之宝,而你就是臭石头。 我也不可能再对它心软,那样子我得多见啊。 我可不想再受罪了,对一个人太好就是纵容。 我早就该离开不值得的人了,我就是太爱它,才变成缩头乌龟的。 爱任何人都不应该让自己不快乐,永远地更爱自己,否则只会更加痛苦。 人都是贪得无厌的,不会因为纵容就变得更好。 孙青儿痛苦哭着,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 特意穿了我以前买给她的同款裙子,我送的裙子在她生气后剪碎了,孙青儿跪了下来拉着我。 我跟你道歉,我是真心想复合她。 我从没有这么爱一个人,以前我没人爱,我不懂得珍惜。 是我错了。 我以为孟朗爱我,不过又是欺骗我的渣男罢了。 我早该保护自己,不为婚仙孕,在她背叛我的时候,不再往来。 可我不被爱过,不知道怎么爱一个人。 是我错了。 我才发现,只有你最好最爱我。 我也爱你。 她泣不成声。 卑微不已,可我根本不想原谅她,更不可能复合的。 孙青,我们之间不可能破镜重圆了。 就像裙子,剪碎了,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件了。 我也有新的爱人,你也清醒一点。 你也得靠自己独立,别再把心思放在靠男人身上了。 这世上,谁也靠不住的。 你明白吗? 我是作为路人给你的忠告。 她就想靠男人,恋爱脑,没什么好下场,我转身走了,突然听到了路人们在尖叫,她跳河了。 我没有回头,也不会心疼,反正有人会打120的。 我如果因为善良打了120,她只会更加认为我对她念念不忘,我可不希望她再打扰我。 我只想和阿玉幸福下去,要做一个从一而终的好男人。 我不想在陌生人身上浪费时间精力,只想和我的爱人永远好好的。 每一天有爱人,活着才有期待,才有希望,我与沐浴感情更加甜蜜。 她也为我准备了惊喜,不再是我一个人单方面为了女人付出了,是她拯救了我黑暗的世界,我也变得更加能说会道,亲吻她的耳朵。 女王大人,你真好,我永远爱你。 我们都会彼此付出,不需要占谁的便宜,爱本来就是相互的,而不是单方面付出,沐浴把我扑倒,她总是那么火辣辣的。 姐姐我,好好奖励你。 我开心一笑,眼里都是光芒,那么,我很期待呢。 主人,我们不知道多么快乐,怎么翻云覆雨都不够尽兴,很快,我也向沐浴求婚了,送给她几套房,上衣的求婚戒指,鲜花气球,还有好朋友的掌声,我拿着戒指太紧张跪下来,大家哈哈大笑,沐浴也马上紧张,抱住我,好兄弟阿诚把我扶住,兄弟,淡定淡定。 我继续扶贵,抬起头仰望我心爱的女神,不知不觉。 眼泪已经落下,我希望我们的婚姻,因为有爱情基础,我不想做一个没有爱情的人,那样子太痛苦。 女王大人,你是我的一切,你比日月星辰都要耀眼,我爱你一辈子,请你相信我,能够和我结婚。 对我而言,她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一切,我也会更加努力付出的,我尽我所能,给她最好的一切,沐浴也热了盈眶,亲吻我,点头,我愿意亲爱的。 我也会一直陪伴你,愿我们终成到老,我也给她戴上戒指,亲吻她的手指,早就哽咽了,我爱你,永远永远不会辜负你。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,谢谢你愿意爱我,谢谢你选择和我结婚。 我真是太幸福了,人生并不是圆满的,可以我有了你,再也不会遗憾了。 我是很有想法的人,父母不爱我,我也没有请他们参加婚礼,我也不怕流言蜚语,反正我做任何事无愧于心,我们抱在一起亲吻,如此恩爱。 可是,突然间人群里冲出一个人,孙青儿打扮成服务员的样子,拿了刀刺向了阿玉,见女人,我得不到的,你也别想得到。 阿苏只能是我的。 我毫不犹豫推开了阿玉,那一瞬间,我不怕死,我只想护住我最爱的女孩子,我踢开了封女人,胳膊被划破了。 幸好没有大碍,我的朋友也把孙青儿抓住,她跪在地上了,你真是太贱了,出轨了,还有脸害人,你就见不得阿苏过好日子。 畜生,我的表妹怒不可遏,给了她几巴掌,报警吧,不能放过这个贱人。 我也点头,抱紧了阿玉,我的心里只有她,没错,别放过这个疯女人。 谁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,我对她没有一丝一毫心软,不能就这么算了,孙青儿对我哭得就像女鬼,亲爱的,你是我的。 你不可以对我,你不可以对我那么无情,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本来,今天的新娘子应该是我的,都怪这个贱人抢走你了。 我无奈死了,摇摇头,你不要白日做梦了,你配不上我的真心。 就算没有阿玉,我也不会喜欢你,不要那么恶心怪别人,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 你不自爱还出轨,怪谁呢? 你现在不过是心里不平衡罢了,你没必要恨阿玉,也没必要恨我。 自作孽,不可活。 他被抓走了,我也不会后悔,我和阿玉才是一家人。 后来,孟朗又勾搭了富婆,还让其他女人怀孕,又没责任心跑了。 富婆老公知道了孟朗是情夫,让人把他三条腿两只手都废了。 孟朗只能每天吃垃圾,活该,而我们夫妻越来越甜蜜,事业蒸蒸日上。